GG洛克尔是4月14号前天刚刚上线的暴四季角色 今天晚上他们双方的规则是必须要选择他来出战 小孩洛克尔要比一听洛克尔更强劲一点 洛克尔出道一个生龙 你看你生龙我生龙 双方又来一波生物一看 小孩说我也会啊 看谁更稳看谁吃的都不够好 回到猪猪猪玩笑 一个地步啊一个空步这家伙我前面说了他的很有点街霸里面那个卢卡尔那个样那不是那个什么杀加特的感觉对吧 盐利勇也放波手上也可以走地步 很像卢杀加特 拉尔夫来了 里面是进进半学的卢卡尔了 卢卡尔这个角色相对来说 还有一个是吧我刚刚觉得他比是比不上拉尔夫的但是紧退拉尔夫的 如拉尔夫算上S级角色他应该算A级角色了 4号方又来到中间站继续拉尔夫硬高后面是安琴儿 这一套连段这一套连段 哈哈哈打不死戴斯大卢也不行了 打不死戴斯大卢也不行了 只有不到一个的血量 完了大小哥 哈哈哈打一个软固定啊打你个防御值你还没有办法动弹 因为你处在防御硬直过程当中啊没有办法动作 只剩下一个安琴儿了要打两个血 这还怎么打 这女要权这里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确凡的 这里也能抢到一个对方啊 尹毒的 cze哮 鱼竿 怎麼猶怡 呀 你看 of 啊 鱼竿 鱼恋 一大路牌 敬禱 誰來取得了 最終的 準備 敬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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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点点套波 哇 芯片奶又来了 大表哥好郁闷啊 现在被搞的这个 小孩不会用安琴儿啊 会 这不是用的挺好的吗 但是还是要看发挥了大表哥其实他他玩的安琴儿玩的也也很好的 但是抓不到这个机会啊 欢迎苏州近斗 玩是好近斗 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资格是全黄十五家非常喜欢的两位玩家小孩对点台湾大表哥 大表哥今天晚上被教育的不要不要的了 目前双方打 拉开了差距也是五分的差距啊 小孩的卢卡再次上龙打空被大表哥一条缺乏 马上 小孩又跳路了 接了一个气的天花之门 那现在再次上龙打空被大表哥一条缺乏 小哥不放心啊 用了 出手最快的1s版 金斗什么游戏啊 全黄十五啊 第一次看是吧 欢迎来直播间捧场啊 欢迎苏州的金斗 咱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全黄十五啊 这个是今年刚刚发售的游戏啊 刚发售的 卢卡尔玩过九五啊 玩过九四 九五 九八的朋友 零二朋友 都认识这个角色啊 没有看过 没事啊 这不是看过了吧 喜欢看啊 点个关注 点击关注 孙明洛 每天晚上都在啊 我们现在来看本场比赛 来举拉尔夫对战 一起大表哥 重拳 只剩重拳 双方都是回到了中间战局面啊 都是整个拉尔夫 熟的量是安提尔 两气对战 两气了 给一个机会 要接鱼珠幻阳 大德克的机会来了 跳舞 鱼珠幻阳 你看 直接取消 起码击不见 漂亮 但是追加一个服务阳之后 小孩还有机会 小孩这里还有 你看小孩这里要思细翻盘了 可以下载一个吗 这个是用 PSPS5玩的 你有电脑的话 电脑上可以 steam上啊 买一个 手机没办法玩啊 手机没有 手机没有 手机没有啊 好想把安提尔 咱们来看这场队局继续来自于小孩的大将 安提尔对战 大表哥大夫 哇 给力 这里断招了 小孩断招了 大表哥笑了 我靠这个当身抄杀 你一个当身啊 这是个驾招 她们玩食尾是买的吗 那肯定是买的呀 肯定是买的呀 现在玩游戏 花钱不是很正常吗 偷到下盘子机会 来个紧面囊 还来了 这张奶死了 这才叫奶死了是不是 给大表哥点个赞吧